前前在民眾瘋奧運的期間 有藝人被發現使用了非法 機上河來收看 引發討論 而為了要杜絕盜版 這刑事局是展開了強力的取締 這一回在掃蕩 博斯機上河 警方是發現 此外是利用道路的方式 上傳第四臺等內容 提供給民眾以非法機上河 來收看 三年以來清權的市值 出估超過了新臺幣 五百三十七億元 藝人純建卓夫妻 機先前被發現使用 非法機上河收看東京奧運 掀起看盜版爭議 為了杜絕盜版 警方擴大追查 這回在掃蕩道路的博斯機上河 裡頭密密麻麻的線路 充斥編碼器 網路伺服器等裝置 詮釋犯罪工具 都是用來道路第四臺等訊號 更被發現已經販售 非法機上河超過兩千六百臺 犯險會透過第四臺 第四臺合法的機上河 來道路訊號 導入非法的機上河 來販賣給國內的台灣民眾 與謀取暴力 警方表示 先犯下合法業者 身足超過四十個機上河 更動起歪腦筋 找來兩名共犯架設機房 導入近兩百個頻道 為了躲避查器 先上傳節目新聞等內容 到境外雲端 再導入博斯機上河 提供經銷商和網牌業者 非法販售牟利 而國內多達十四家和日本 包括TBS 富士電視等五家電視台 提出告訴 因為三年來違法侵權市值超過 臺幣五百三十七億元 另外嫌犯跟貿用合法工廠名義 向NCC申請基上河審驗證明通過 取信消費者基上河一切合法 這回落網的嫌犯 不僅涉犯著作權 更被以偽造文書罪嫌 移送地檢署偵辦 記者傳訊陳立峰台北報導